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生姜的保存小秒招 只有这样保存出来了 就可以让它能够取存到一年的时间的 而且取存之后它不干巴也不发芽 特别是在市场或者是农村 带回来的生姜比较多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去保存的话 它很容易出现一个干巴发芽的现象 甚至呢,做巴巴的 最后呢,用来吃是口感是特别的差的 首先说一下,可以到网上或者是花卉市场购买一些美食袋 或者是一些泡沫箱 这种美食袋它的风化速度是特别的慢的 一般一年的时间也不会造成一个风化的 那么怎样操作呢?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到工地或者是河里捞一些和沙回来 捞回了和沙呢,最好是半吃用的 是特别的好的 然后就是把这些生姜给它完全的铺盖 这样一层一层的铺盖就可以了 如果底部这层已经铺盖满了 接着给它放一些和沙 放了这些和沙 基本上覆盖住这个生姜的表面之后呢 咱们继续把这个生姜继续放下去 这样放满了一层之后 给它适当的把这些和沙给它覆盖住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覆盖住就可以了 等我们要知道的时候 就是用手给它轻轻的掰出来 因为我们吃的生姜一般都是在表面这里拿下去的 一旦把表面的吃完了 再接着吃下面一层的 这是一层一层的拿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造成一个腐烂还有长牙的现象了 同时呢给它把这些和沙给它喷湿用就可以了 喷湿用呢就能够让它比较的饱满了 就不会造成一个干巴的现象了 只要把这些鸡脚掌握好了 就能够把这些生姜保存得很好了 甚至一年也不会造成腐烂的 这样就不用去花钱再购买了 这样一大袋就能够吃上大半年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鸡脚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